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是白丁 今天做的这支也是观众反馈的一个比英雄1078吧 我没记错应该是 那好搞不懂了为什么这么喜欢用绿色的盒子 红色和绿色是我最讨厌的颜色 好那还是一样的这个卖家很好的送我 我一盒这个墨 然后是英雄的一个标志的 我不知道跟平常英雄都有什么差了 不过应该也是被我翻一遍 应该最后也是这个结果 那这样子那先看一下这个盒吧 上面一个销售商制造商等等的 平常说的利水厂应该就是这个了 然后再下来的其他的就很正常了 那这个价格我记得好像是80多吧买回来 哇 刚刚说完最讨厌的两个颜色 哪会上来给我这个颜色 哎这个 这种说实话这个红色和绿色搭配我认为是最丑的 最丑最丑的 而且这个绿色和红色还是不好看的那种 哎呀真的我醉了醉了醉了 我真搞不懂啊这个哎呀怎么这个这么紧了不好拿出来呢 好吧把这边也开了吧 这边开了 而且这个盒子真的是如果网上看到应该挺不舒服的 哇这太太难喊了这个盒子醉了醉了醉了 哎 看一下能不能另外一边吧 哇这摩擦力好大这个盒子 这个 这个 试一下 好像 哎呀 不好意思这弄到进口了 这 怎么这么紧了这 估计是这个盒子的刀板没有做好了这个柴的时候 这盒子对然后这个搞不懂是怎么回事了 这个盒子就不评论了 还没开之前已经讲过了 好那个啊 我还送了一堆笔尖是吧 一个弯尖的一个是 这个弯尖的这个书法尖吧应该叫 这个应该是那个 我记得应该有订了 然后一个小牌子好像英雄的好像高级美工好吧 好然后这个盒子的话就先亮一遍吧 就不评论了这个盒子就感觉很怎么说很随意这个笔这个 然后这个的话笔套好像这个好花成本了希望成本不要用在这个地方好那个先放放这里然后看一下这支笔哦这个笔先看一下是什么间了为什么送了这么多个间了美工间我是不会用了这个没办法了然后这个是双色间那 应该是一个初间和一个细间那我就不考究那么多这两个应该就不用了好然后下来先看一下这个笔的一个大小线 好然后800和海韵吧 ok 好那这个 首先看一下还是一样国产笔的稍微比平常的短一点 然后赶的出息也是中规中矩的但到这里就收尾比较那个了那整支笔看起来像一支权杖 这里有把火然后这里就收然后拿了个火炬就那种感觉 然后下看一下这个笔尖吧那笔杆上的话觉得没什么可以对比了笔杆上你看这个锐利面的话就是反光面切面 跟那个万宝龙应该可比性应该不高了 笔尖的话还是这样吧还是要拿200的来笔了因为他这颗是26号间 我发现国产的笔好像很少会用到35号间我发现 好那这个然后再把M800M800会再大一点这个间 那你能看到那标准的26号间这个没什么好质疑的 然后再下来这些我先把它收一下 然后这里笔窝上面有个logo了这个真的是 没太搞懂这个说实话 好然后再下来先看一下这个笔的长度吧 可以136.53的一个长度 然后再下来是8冒了122.58 再下来笔窝的这个就是 啊10.2啊这个笔窝的话我应该还是还是有点细 还下1111的一个笔窝比较适合我还是可能是用跟我乐用笔那个有关了 好那这个是他的一个长度表现再来看一下他这个的 粗细啊不是粗细重量 看这个重量33.3 然后再下来 19.6那也是一个中规中矩的重量 但以金属感来讲这个重量控制的还是可以的 再下来看一下这个笔的一个笔尖 这个 ok也是一样的那个响晕纹那跟昨天做的那一支是 差不多的然后再下来呢 啊平头也是偏平的一个尖但是没有说 特别平有还是有点小圆的看得到 然后前面偏圆那相对来讲书写的话应该是以 滑顺度为主的就偏滑的这样子一个设定 因为有时候得要看他是怎么设定的一个笔尖 就这这款笔 然后这里的话中锋比较小那相对想 做一支空墨比较好的一支笔 就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到那个平空了这个就不确定了 嗯笔尖上也是中规中矩但是能看到你看这个地方吗 你看中缝夹的是比较紧的这明显能看到就从一个圈圈然后到笔尖 这个中缝是有点从你本身中间出然后到前面细的 那再下来看的好不好还是一样看到这个贴合度很多时候是贴合度没做好 而且这个还看不到这个基本上要生产到一定的量 然后同而且还是同时做同一支才能有办法控制好这个贴合度 好那大概就这样子一个笔尖了那 还是一样就是照这样看应该是中规中矩 然后再下来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这个笔的一个笔杆 首先引路远远的一个笔顶啊这个笔顶真的说实话啊 没太懂因为这你这边亮了这边也就跟着亮嘛 然后这边那个哑光哑光好歹也就换下别的材料 然后上面的这个文 没太看懂是什么知道的告诉我一下 然后这边一个hero呢我觉得字体上的设计觉得一般般不是很是 像那个英雄的那个风格的这样子一个字体 但它这个好像是腐蚀出来的就是上面一个金属 应该是金属结嘛这个 然后上面滴了一些化学化学的一个药 一个不是要进来了化学的一个东西 然后让它腐蚀呢变成黑的还是说喷漆的就不知道 反正就是基本上量产来讲是这样一种工艺啊 然后上面写10781078是不是有什么特别意思 因为国产品太多号码了 真的有时候搞不清楚哪一个跟哪一个 比加上来讲的话 哎第一次看见一个就这里图 就做了一个这么大面积的一个 嗯怎么讲大面积一个冲压 嗯大这么大面积的一个设计的话 嗯不知道难度高不高 但是这么看的话还是有点眼前一亮 然后这里一个三角这里一个平的 那三角来讲就看起来还是ok的一个比加 然后松紧度也ok 而且这个地方故意做的比平常要高一点点 那像我手指粗的话一拿就可以握得起来 虽然说现在比加更多是装饰 还有也不能说是装饰更多是一个反滚 有比这种比加才真的能反滚 如果比加的这个长度不够的话 接触面积不够那就很难做到就反滚的功能 如果是说像末将吸温的那个那个反滚 其实真的你平常用你会发现没有差别 就是呃除非你故意会注意到它 但平常用的话你就专注 还是要你写的东西上面吗 不会关注那一支笔吗 那所以说那个防防滚的话 个人用这么久还是觉得就这样子一个比加最好用 然后再下来的话这两个啊应该是同一个键了 这这个塑料的这块就一个漆 像说不是很看得出来了 然后这里的一个hero下面这个 跟上面的这个hero又不同姿体了 嗯 没太搞懂还是一样 就是应该就是为了出款而出 就是出一个款式然后出一个款式 然后再下来的话其他的感觉就差不多了 那这个地方就比较细 那可能是为了配重吧 再下来的话呃logo的话我觉得这个还不如直接放在这里 好像会好看一点 还是说应呃做不了这么细 然后这个音是什么意思 hero的logo不是一个花吗 就这个花然后这个音就没太懂了 然后好像看盒子也没有什么书名书什么的 也没有什么讲什么意思 然后再下来的话前面的笔笔握这个部分吧 嗯不知道我有什么用就是这个凹槽 如果没有什么凹槽就凸槽吧 这个凸槽不知道有什么用 好像看下也是正常 好 然后呃英雄好像最近的笔开始换了 还是说因为我以前做的都是库存笔 所以说新产的笔都是这种新模型 个人是觉得这种这种好用很多 然后这从这个地方看笔杆的话 用的好像真的挺不错的 好那整支笔大概就看到差不多了 那赶紧先试写一下吧 哎尽量给你们看到那个山末的那个那一颗 一可以可以好那这哎这个是一山末就像那个 尸首肌膜一样就是那一尼尸 哇那感觉就是啊疗愈那种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疗愈感 然后呢就是呃新笔上坡也是这样子一个感觉 好那个赶紧试写一下 好那个就waterman这边也那个写了 然后就直接写这个就试写啊哇这个这个感这个笔的鞋感好奇怪 就跟人讲好像不是不是特别行 而且这个笔还比昨天做的那是9365的还要贵 这只9365也没有到这个1078吧应该是F0 这个滑的话但是没有滑到那种切环有那种感觉 而且滑的有点怪这这个好像 你平常滑会觉得整支笔的一个重心非常好嘛 然后就是非常顺 但是这个就好像没有了就看一下 滑是有了这个是够滑然后重一点 然后我试一下压压压尖吧哎 对好像就也是差不多一个粗细吧 然后刚刚说完中风夹的比较紧但是这个比0.5的还要出上 呃出上不少这个笔的话感觉就是 呃一般般吧不是说 除非真的对外观有爱那我觉得可以考虑 不然的话就还是主流的那几个那那几支笔 或者几个品牌里面那几支笔会好一点 然后这个嗯这有这 印在这里的话感觉这个鞋感有点怪怪的摸到一些东西还是怎么的 还是喜欢滑一点的可能就是干净一点的 配重上是ok了没什么大问题 但是这个笔尖的一个斜感就是你滑但是滑的好像 呃怎么讲呢写英文也不是很顺的感觉 嗯说不出来就是滑但是它又不是色也不是说很恶心那种感觉 但是你就觉得很轻飘飘就滑起来但是很轻轻飘飘那种感觉不像重 那平常这个重量的比的话像 哦我看一下我那只M800多重我都忘了 M800的话那个M800也很滑但是滑起来它那个重心其实挺好的 M800我看一下 嗯对也差不多这样子一个重量20 但是它就滑起来就不会这种就是不扎实那种感觉 好吧那大概这样子吧那整支笔的话优点 我如果真的讲一个优点就觉得说配重不错吧 好那今天的视频到这里了有什么问题 那个下面给我留言一下或者是有什么我讲漏的 麻烦帮我补充一下我们下次见拜拜 我们下次见 第二次见 的是我